來控拉意見超跩路吧 又萌又Q超療癒 當日很老的海鮮就有珍惜 在提巴魯看見乖乖看家的企鵝寶寶 萌萌的動物讓美美一年帶女生 Let's go 今天美美一元要帶大家來到 兩個紐西蘭南島觀看動物的絕佳樂點 首先是位於南島西北方的坎庫拉 這裡是知名的海獅聚集地 鹿霸海獅 獅子王海獅 害羞海獅 萌的不要不要 然而其中最知名的海獅聚集地 據說這裡非常容易就可以看到海獅唷 雖然這天天氣不是很好 但是美人還是很幸運的看到超多海獅 而且還沒有停好車就看到一隻鹿霸呢 超大一隻的 看起來應該比身高160的美美短一點點 路上看到好多隻 就連旁邊草叢裡也有 其中最可愛的是這隻超多西的 躺著發懶 時不時牛牛屁股甩甩小寵 不過說真的 美美海獅傻傻分不出 到底是海獅還是海豹呢 水分出最大海獅 像我的魚蝶ав 你已經在那裡了 顏要吃飽睡就是了 所以叫你弄得來無咪 除了在步道旁邊有許多海獅外 走到海邊還有像獅子王一樣 熊豬豬氣南洋的唷 帥歸帥 但下一秒就打了一個大哈欠 真的超可愛的啦 這裡都是野生的海獅 但是具有一定攻擊性的唷 所以不要太靠近唷 除了海邊的步道 往上走可以走到山坡底 眺望大海唷 在這裡可以找找這個特別的告示牌 看滿可愛的海獅 接下來就要去吃網路上 雞腿的龍蝦餐廳啦 距離看海獅的地方車程僅3分鐘 非常好找喔 必吃當日很大的新鮮龍蝦大寶果風 想吃多大的龍蝦 自己在旁邊保利龍蝦裡挑 每元這次挑了65元的龍蝦 那一份就是半隻配飯沙拉及麵包 分量剛剛好呢 龍蝦真的好吃耶 肉質有嚼勁不會軟爛 不過白飯就是那種比較長的長米偏乾硬 另外每元雞腿海鮮濃湯 超好喝就很多河水要抽3次 再來第二個就是要帶大家去投在南島的 小藍企鵝 沒錯 是個嗚瑪魯相同的小藍企鵝 雖然都是觀看小藍企鵝回家路 但不同的是這裡是在沙灘旁邊觀看 幸運的話可以看到他們的巢穴及小寶寶屋 這裡其實算是一處碼頭港口 左側凹進去的海岸就是小藍企鵝的家 轉過頭看向右側另一邊 就可以看到高雄的貨櫃掉臂哦 這裡的觀賞區都會有導覽義工在這邊維護 管制人們保護企鵝的歸巢動線 來這裡的遊客們要好好遵從導覽義工的指示哦 雖然觀賞位置是僅人從岸上圍覽後觀看 每元很幸運的在天色外岸前就看到哦 乖乖看家的企鵝寶寶 平常好像都是躲起來的 但是因為快到爸爸媽媽回家的時間 他又有點餓了 所以開始挖挖叫控頭探訥 他們會從這邊上岸 在眾所期待之下 一隻藍企鵝上岸了 你看看是不是很可愛呢 什麼都短短久久的 不知道他們在思考什麼呢 在思考晚上要追哪部戲嗎 兩隻漫步回家 看來上班很辛苦哦 其實每元距離他們是有點遠 所以鏡頭拉近會有點不清楚 請大家多多包涵啦 雖然說當下是周滿暗的 看不清楚他們的樣子 讓看到咚咚咚咚可愛的動作 還是很療癒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这两个观看可爱动物的地方 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呢 分心可以赞来女士爱南岛的女人们 可以来凯库拉看看这群萌到不行的海事哟 也别忘了品尝看看路边小山车的大龙虾及海鲜浓汤哟 当然提马鲁的小蓝企鹅也是不容错过的 想要观看更多的小蓝企鹅以及戏远的黄眼企鹅的话 欢迎点选右上角资讯栏观看哦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别忘了按赞订阅资讯我们哟 每每一元会才带大家去哪玩呢 敬请期待 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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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